近日,在巴黎圣日尔曼对阵圣埃蒂安的比赛中,位置更为后撤的梅西,两度助攻姆巴佩,出球对逆转对手3比1获胜。 至此,梅西在最近连续5场比赛中,已助攻6次。 再来到巴黎后,梅西供在联赛和欧冠中出战21场比赛,虽只打进7球,但助攻数已达11个,供制造了18球,场均制造0.86球。 这场比赛结束后,被称作意大利最有天赋的运动员,黄马前球员曾与大罗奇达内为队友的卡萨诺,也携加带口拜访了大巴黎更衣室。 当他看到梅西时,竟像一个普通的球迷一样,激动地连续喊梅西为上帝,卡萨诺称,上帝真的存在,上帝真的存在。 虽然有球迷评价将近35岁的梅西开始,连波劳矣,又加上梅西联赛中途加盟大巴黎的适应性问题。 所以,如今联赛仅进两球,欧冠则进了五球。 他们认为梅西早已不负当年之勇,因此不停地黑梅西时,项姆巴佩却在赛后高度评价梅西是一位伟大的球员,能跟这么伟大的球员一起踢球,可以学到很多。 确实,梅西已快35岁了,这个年龄上仍有据心机表现的人并不多,比如仍在踢球的伊布和C罗。 即便是非常自律和刻苦训练的C罗,在最近十场比赛中,其数据也是仅有一进球,零助攻,显然诚如梅罗,也无法完全逾越自然规律地打山。 但是,为何卡萨诺仍高呼梅西为足球的上帝呢? 显然,人们并不能因为梅西如今老了,就拿他现在的表现来否定他创造的伟大。 说起巨星梅西的伟大,大多数人都是拿他的进球如麻,来跟贝利、马拉多纳、斯罗们比较。 但其实,包括哈维小白、德布劳内、莫德利奇这些中场大师,其实在一项数据上,都要对梅西甘拜下风。 梅西的助攻,自有数据统计以来,已创造了200球之记录。 这显然说明,梅西就是一位全能王,进球王加助攻王,所以才会被卡萨诺们称作外星人,足球上帝。 知名的数据网Optels,2006-07赛季有统计以来,显示梅西是首位五大联赛,助攻次数达到200的球员。 再加上梅西取得的各项荣誉,同样是不胜枚举,比如,梅西期货金球奖,前五古人,后男友来者,世界劳伦斯体育大奖最佳球员得主。 梅西是足坛第一人和唯一的一位,梅西的四个欧冠和国家队的奥运金牌,每周杯。 现一句心中也只有C罗能与其媲美。 在与世界级前锋们比进球和奖项荣誉的同时,梅西还是此前连续四年IFFHS评出的年度,最佳组织核心,这只有哈维与梅西并列第一。 在这一点上,包括贝利、马拉多纳、大罗、小罗和C罗,也都根本无法与梅西相比肩了。 所以,一个足球技术如此全面,各种奖项与荣誉涵盖如此之权,且在场内外都是如此内敛,低调、温和、友善、重情、忠贞的球星。 所以,梅西在全世界得到那么多真正的球迷喜爱,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。 原创评论,余说还羞。